为期三天的印度台湾形象展在新德里国际展场举办 开幕典礼印度贵宾云集 由台湾印度舞团开场 结合印度神曲及宝碧舞蹈 带出融合文化创意 象征友谊飞扬的精彩表演 米佐拉姆邦首席部长拉尔杜豪玛与国会上议院议员库玛都认为 在印度东进政策与台湾新南向政策交汇之下 合作潜力无限 也希望台印今年2月签署的移工合作备忘录 可让双方关系更加紧密 关键协会董事长黄之芳表示 根据厂商的说法 去年在梦买举办的台湾形象展 创造了大约7500万美元 折合新台币约24亿元的商机 今年参展厂商与展位数量更多 预期商机将优于去年 台湾应该善用在资通讯产业的优势 在新的阶段的新南向政策呢 我们台湾必须善用我们在资通讯产业的优势 不只是半导体 还包括说我们在AI供应链完整的 这个供应链的这种能量 然后来加强跟新南向国家的进行合作 黄志芳认为现在是台商进入印度的好时机 印度市场有独特的经商特性 台商前进印度要有耐心做长期扎根准备 一旦成功 市场红利将是取之不尽 中央设计的零行舰 新德里报导